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欢迎再次收看 厨娘香Q秀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来到士林区 一家很特殊的餐厅 那来宾呢 也非常非常的年轻 都可以当我儿子了 我们非常欢迎 这位年轻的帅主厨 Benny Benny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Benny 现在索性来开始 制作我们的 这个冷面的部分 那虽然说 我们是标榜 可能是意大利面 但是我们的食材 都是用台湾当地 比较有特色的食材 像是我们的物浴籽 还有台湾当地的一个 馒头的蒜苗 还有红棕头 那首先我们先把红棕头 就是切碎 对 因为我们今天是冷面 所以我们的酱汁呢 会带一点酸味 那我们等一下会使用到 白酒醋的部分 那这种醋 我们要先把它用热锅 然后用一点香料 把它煮一下 经过这种香料的一个烹煮之后 它会变得没有那么的酸 然后会带一点这种香料的一种草本的味道 那我们今天就刚好用我们最平常就可以找到的这个台湾的红葱头 好 讲到这个面 像我小时候啊 其实很多人吃面条很容易脏气嘛 对 所以像我父亲呢 他是我们家的中破菜 所以我父亲都会在我们的面里面加上这个醋 但是长大之后到世界各地去玩就发现到说 尤其像日本人他们对... 日本人很爱吃面 他也很喜欢吃意大利面 因为刚刚Benny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 他今天是有一点带酸味的 是 其实这个真的对吃面的人来讲呢 我们不仅是会让我们这个腹脏的这一部分呢 可能会剪到最低之外 我觉得那个风味真的很不一般 我就记得在奈良这个东大寺的附近 我就吃了一位老太太做的这个素面 他就是用这个柚子醋 他是用柚子 它原本的这个酸味去带出来的 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 但是很可惜 我这次在回京都的时候 居然那位老太太已经不做了 所以我很期待Benny做的这个冷面里面 是有这种带酸的 你今天是用醋 哪一种醋呢 白酒醋 用白酒醋 因为如果用我们一般的可能糯米醋的话 它的醋味会太强烈 对 因为白酒是精致白酒去做一个醋化之后 变成的一个醋 它本身带一点果香 如果我们用一般的米醋的话 它的酸味会太强烈、太明显 所以我们是建议各位可以用白酒醋 或是说你用水果醋 像是可能樱桃醋或是雪梨醋 其实都可以来制作 真的没有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就挤一点柠檬汁 也是可以 因为柠檬汁一根汁柠檬汁 我们不能煮太久 因为它本身它的酸味会越煮越少 而且用柠檬汁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用铁锅煮 我们可以用陶瓷锅来煮 因为... 或者用铜锅 对,因为这种酸度很高的水果 它会把不好的铁汁 带到你的酱汁里面去 所以不会补血哦 对,所以吃起来就会有一个铁锅 不要以为说我用铁锅就一定是 也可以补血 因为像很多韩国的铁池 很好的铁 它说尽量女孩子用铁锅来做料理的时候 还真的还可以补充铁汁 但是不好的铁对身体是不好的 对 我们这个白酒醋把它煮到 它几乎是快要看不见的时候 我们再来加我们的鱼高汤 鱼高汤 鱼高汤也是我们就小火来做烹煮 把它... 我们煮到它大概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 那你请问一下Benny 我们这个鱼高汤 是用什么东西来一直熬 那我们可以把骨头跟它的鱼头 我们可以烫过 或者是把它拿去烤过 之后再去煮这一锅汤 那要记得是我们在煮高汤的时候 我们不适合鱼高汤 不要煮太久 可能说四十分钟就好 因为煮太久 这个汤的风味会减少 而且汤会老掉 那我们在煮鱼高汤的同时 我们可以加一点我们的这个乌鱼籽粉 那乌鱼籽的话就是 我们把它用高酒精浓度的酒去皮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打微波 对 把它打到干为止 或者说你要用烤的 你要用烘干的 其实都可以 那打微波的话是最方便的 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它保存 现在可以保存非常久 就是你可能在做炒饭 或是炒面的时候 再磨一些 对 我们就直接撒上去 让我们的风味会更好 对 那我们就加一点进去 这样做一个烘煮 原来这个乌鱼籽可以把它 变成像粉状的 对 太好了 那我们在煮这种酱汁的时候 要记得千万不要先调味 因为盐巴这种东西 会越煮越咸 所以我们到最后一刻 才去做调味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切一点蒜苗 我们把蒜苗切成丝 因为这个 台湾人吃乌鱼籽 一定会搭配两种东西 对 一个就是白萝卜 一个就是蒜苗 那因为现在并不是白萝卜的产季 所以它的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就先不要嫁 我实在是很期待我们今天 这么年轻的Benny 他所谓的在地食材 能不能让我觉得食指大动 因为本身我很爱天使面 看过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 就是面里面 我为什么喜欢天使面 一方面它叫天使 一方面它很快就熟了三分钟 差不多两分钟 我们煮这个面有的技巧 就是我们会去看包装纸 是 对 那我们的话 可能说有些面条 粗面或是细面 它可能上面写十二分钟 它就是我们把十二分钟 除以二 再加两分钟上去 就是大概也是八分钟的话 它就熟了 对 我们千万不要 就是把它过度封条 但是天使面的话 我们煮两分钟 然后马上 因为我们今天是做冷面 两分钟直接浸冰水 它就可以吃了 对,我们在煮面的时候 要记得要群称就是大火 对 很多人会说 在面水里面加一点 盐巴 橄榄油 它有盐巴 对,盐巴我是认为一定要加 对,其实你可以下的比重 可以多点,没关系 大概是一百比十 对 就是说你是一百的水 你就加十克的盐巴 为什么 橄榄油可以不加 但是盐巴一定要加 你莫非冰糖在买盐哦 很多人说这个 我们在煮面的时候 因为油跟水是 它的比重不一样 所以油是会飘在上面的 对啊 何来包裹到面上的 对,何来包裹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太需要 但是如果说你是 事后煮好 你可能说冰在冰箱 你随时都要用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煮完之后把它 拌一点 对,拌一点 拌一点油这样子 让它比较不会去做沾黏 那我们这个面千万不要久煮 因为你久煮的话 它很容易就会糊成一团 那甚至是我们在冰镇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冰镇太久 像这种冷面的话 我们就不太适合去 再去拌油了 拌一点这一个 直接拌就好了 对,拌一点这个酱 我们的这个酱汁进来 应该不会这样子就香出去了 不会 我也这样就要端出去了 这不像Benny的风格 让我们稍微拌一下 那我们在做这个酱子的时候 也记得我们调味千万不要太咸 因为我们本身 屋子也是带一点咸味 是 那个面条其实看起来蛮好吃 对 我可以感觉 你刚刚撒那个面 就是煮那一锅面是很用心的 因为我看到那个面 它的Q弹是被我看到的 如果再一次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讲究 我们可以不用卷的关系 那我们就是现在来做 就是来做一个卷面的动作 我们把它夹起来之后 就不断的用一次汤匙 不断的转啊,转啊,转啊 它就会卷起来了 对 因为我们希望呈现的 还是那种脱高的 对,没错 当然不用脱到像101这么高 但是在高度上 如果高一点的话 就是比较力挺 那也很方便 大家很喜欢拍照上船 那我们底部有点这个 我们的酱汁稍微淋一下 在我们的面上 那这时候就是 放上一点这个蒜苗丝 然后这个乌鱼籽 我们把它就是烤过之后 把它稍微就是切成薄片 那我们在挑这个乌鱼籽的时候 就是建议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去摸摸看那个乌鱼籽 如果它已经是软的 那我们就不要选它 代表说它这个乌鱼籽晒得不够久 晒得不够久的话 其实它就放不久 那它口感也不好 对,它的油脂也没有到非常的凝结 吃起来就是软软的 烤起来很容易一切就碎掉 而且好的乌鱼籽其实它比较透 所以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看 我们的乌鱼籽非常的透 可是这片乌鱼籽 不曉得你烤得好 还是说它的来源是非常的 很好的产驱来的 就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居然让我感觉它像人参 因为以前这个红参不就是这个样子嘛 好,所以好的厨师 他喜欢用好的食材 为什么 因为好的食材 可以让它不用这么的费力气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基本上让客人也是吃得没有负担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Benny为全球观众朋友 带来两道非常清爽 我看了我都觉得一定很好吃 看就好吃了 那观众朋友 你做的话一定没有问题 就是说提醒观众朋友 我们在挑选食材的时候 干贝我们尽量选这个生食级的 然后我们这个乌鱼籽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像刚刚Benny说的 不要挑这个太软的 那当然就是找信用度比较高的一些材料商嘛 看 感谢观看